记者消防系台北报道,狄英与孙鹏的儿子孙安佐三月底阴阳言将扫射高中,遭美国警方疑恐吓威胁罪名逮捕搜查,在美国时间4日开审前会议做出认罪协商,被判4个月拘禁,不过他自被捕造羁押至今已于70天,月狄英可返台。 对此,狄英好友杨怀民金受访时表示已一阵子不敢与狄英联系,狄英他骂我不能再让台湾报道相关新闻,会害死我们。 并说自己因此事,血压标高到171。 杨怀民表示美国当地对于孙安佐案似乎不太在乎,但台湾媒体疯狂追问,导致这件事在美国华人圈吵得沸沸扬扬, 见机让美国当地逐渐重视此事,因此狄英非常不开心,要杨怀民封做消息,指出,你再这样讲下去,会把我们害得更惨。 杨怀民,右,和狄英,左,交情颇深,翻射字脸书。